以太鲁阁族人人口居多的秀宁湘、荣树、部落 10号在同门收容中心盛大举办了文化健康站的街牌仪式 秀宁湘由原本的9个文建站升设了3个新设的点 109年总计12个文建站为秀宁湘的族人来服务 未来部落长者的长期照护将更在地、更全面化 华林县每年积极争取新增文件站 105年到今年度为止已经增加86个站 战术呈现倍速的增加 秀宁湘去年度有9个文件站 今年度再获得原本会3个新增的据点 10号同门文件站也正式成立 同门村长徐学妹表示 他会协助文件站震设新的设备 同门文件站的成立的话 最主要的计划的人员是原本会 跟我们的一些这样的补助本项 那我们是跟湘工所乘出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是比较便利而且比较方便 那相对的湘工所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大力的一些配合 比如说我们那个湘工所的一些主义的一些课程 还有一些文化的一些课程 还有宣导一些社会福利的一些课程 再来就是一些物资的一些资源的话 我们都可以做一些配合 这是针对这个文件站的一些 相对的一些补助 或者是福利的一些措施 副处长徒乎少英也代表 县长徐正恩卫来鼓励长者以造福源 他表示文件站主要服务的对象 为55岁以上健康亚健康 今天很高兴代表许正恩卫县长 还有原民处的陈建尊处长来恭喜大家 那么秀林乡今天是第三个开站 第三个开站 那秀林乡今年新在有三个 所以全开了 当然文件站的数量是 还是远远不足 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老人家需要照顾 所以我们花林县政府 希望努力的继续来争取更多更多的文件站 包括他的战术还有他的经费 那么今年的文件站 全国总共有171个站申请 那么录取的 录取包括今天的文件站 总共有100个 同盟村长徐正恩卫表示 文件站成立之后 更能够提升量能增加 照顾轻度私人长者 针对轻度私人身心障碍中度以下 独居长者 提供内加托服务 简易居家服务 陪同外出或就医等服务 幸福也同时会将特别赔利造福员 加强专业以及文化能力 让部落长者长期照顾 获得更全面的保障 记得终于小伙伴道